如果再跟警方前去六甲町 来看关火一地救人一名 六甲冬区辅沙 每年都会肯定来基盘到关火华东 希望带动电影的关火风气 18号那天就寄到五百万名的民众参加 主办台委也准备很豐富的关火励评 送给北京春阳显爱心的民众 六甲冬区辅沙基盘一年一度的关火华东 早上六甲冬区辅沙基盘都来体育长 拜对等关火 兴沙基春阳不怕尽头 关注一地一地的力气 捐血是就捐血自己的一点点血 可是就无数之人 让我们帮助的人更广 那当然是建议大家勇业来捐血 是一个教育的空间 我之前七甲冬区就来这 到三天到百日一块问题 也希望大家可以勇业牵血救人于兵 认定呼吻沙也准备很多礼品 跟炸鸡块让关火面穿補营用 希望由关火华东 替火库做立准备量 后来营营医疗基础输用 今年是我们入港东西 不然是第十五次牵血活动 今年是第十五届 所以我们特别扩大几半 本来是一台车我们现在改成两台车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捐血人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舍友 都来共襄称举 也大家都来光返社会做爱心 俊平尚工丁柯智雨 由杨社长代表所有的 寻补举 比如在我们体育局这件来举办 这个捐血活动 都可以说所有的工丁柯智雨 所有的在寻补举 也就是所有的在寻补举 都可以在全场出动 也可以带动去予议捐血 把爱 把戴爱能够散播在人间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六甲店長康志鴻也特別來關心港匯活動 感謝六甲店舖胡亂社的公意付出 人家的港匯車就停在六甲貼油店頭前 一天下來中間貼會口 不止到526台會 希望頭過活動保重營業 各位當年以及少年民眾 用心定期港匯做人的好習慣 六中華新聞林貴英 六甲財航報道